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 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要來突擊牛兒老師家 哈囉 牛兒老師 我終於到你家了 牛兒老師啊 聽說你們家有一個香水的密室 這個密室非常非常的神秘 對 非常神秘 所以可不可以求你不要看 我可以去看嗎 拜託 說三次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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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這裡這麼多一樣的門 你的密室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在這裡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牛兒老師的 香水密室 這個密室其實蠻大的 還好啦 我覺得很大耶 老師這個香水有幾 我就不敢再買下去了 這東西就要爆炸 那多的送我 多的送我 好好好 沒問題 那老師你這個香水大概有幾瓶啊 我沒有仔細算過 但是我前幾天剛好有整理 對 我就從ABCD整到那個最後Z嘛 Z就是ZARA ZARA你也會收就對了 對對 我也會收 然後整個整理下來 我覺得沒有到1000瓶 但是差不多上百瓶 500瓶上才有 那你收香水的原則是什麼 其實因為我自己本人不太貪香水 我對香水的那個味道 是比較局限於幾種味道 就是很單純的 白色香或是柑橘 所以我收香水的 有的時候呢 是包裝 有的時候是它的珍貴性限量版 對 那有的時候可能就是味道 但是味道是比較後面 因為你不噴嗎 對 我不噴 有一點 對 香水其實不會壞 可是我們去買香水上面都會寫保存期限 大概五年啊 那五年之後還能用嗎 這個都是衛生術的規定 就是國家規定 你出一個商品年 一定要寫保存期限 保存期限 不可以說無期限 但是香水其實基本的組成就是 酒精加香精 那香精本身的組成 不是從天然的精油去萃取出來的 就是精油裡頭的單一的成分 像泉啊 泉類啊 或分類啊這些 這些都有抗菌功能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你擺其實一千年 他們現在有人挖那個埃及股份 都可以挖出以前 埃及人用的香水 不會弄它這個味道 所以說呢 為什麼我很喜歡買香水 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香水是不會流行的 對 你可以 我這邊都有 可以回溯到 100年前的香水我都有買 我是上網去網購 就是古董香水之類的 古董香水 對 所以它真的是製造了100年了到現在 對 沒有錯 不是說它有100年的歷史 所以你有打開聞過嗎 有的我完全沒有打開 因為它有密封號 所以我連那個我都會覺得說 密封號一打開可能就會 隨著空氣飄散走 那有的我真的有打開 對 所以香水真的是 其實是不會壞的 只是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香水 是不是會變顏色 沒有錯啊 像我有一瓶 原來老師就是 上面是用爬上去 好像櫃電源 把上面那瓶拿下來 這瓶是大家的記憶嘛 對 對 Canzo的這個櫻樹花的香水 超有名 之前找舒淇吧 對不對 是嗎 舒淇代言 但是它變色 對 它應該是白 就透明的 沒有錯 因為它裡面那些所謂的 精油萃取的分子 化學分子 香氛分子 對 它會隨著時間 因為光線 然後本身會產生一點點質變 對 那這個質變就會造成它變色 但是我噴給你看看 你會覺得它臭嗎 噴我 噴我 對 看你皮膚會不會溃爛 會變顏色 我下變人體實驗者 會溃爛 聞一下 欸其實 沒有欸 一樣啊 對啊 記憶中的音速化又回來了 對又回來了 對這個味道就又把我帶到那個時候 所以其實香水是越沉越香 反而它會 真的跟酒一樣 沒錯 對那 所以越久的香水 越老的香水 搞不好收藏價值也滿高的 而且它那些香味之間的融合度會更好 只能說 它跟最新出來的香水 如果這瓶我不會怕現在還活著沒有 如果你現在 應該還活著吧 沒有還活著 馬上買一瓶最新的音速化 來聞聞看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喔 因為呢 時間久了這些香味分子呢 就像酒一樣 會有一些 或是要講越沉越香 對 所以它融合出來的味道 跟你新買的那個味道 就像威士忌有12年18年 對 會有一點點差異 但並不是說越久真的就是那個香越好 那真的是個人 沒錯 沒錯 老師另外啊 在我們的Vogue粉絲大調查裡面 有超多人在問 香水到底怎麼噴 怎麼可以讓它持久 我知道這個問題很基本 可是真的很多人還是很關心 到底怎麼噴 好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呢 你只要避開臉部 你愛怎麼噴就怎麼噴 香奈兒曾經講過 你只要想被清的地方 都可以用香水 可是呢我自己的私人的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噴香水是要自己聞 那有些是給別人聞 有禮貌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最好是噴在這個地方 這是噴給我們聞還是別人聞 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樣子馬上就可以聞到 對不對 我們手動作之間 然後跟別人接觸 我們也是手先伸出來 對 然後別人馬上就可以聞到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建議噴的地方 對 那第二個我比較建議噴的地方 也是我自己最常噴就是這裡 就是後腦勺 頭髮 頭髮跟脖子 那特別是頭髮 因為我們頭髮呢 比較不會沾到皮膚 對 它不會沾到皮膚 它不會被皮膚吸收 所以在頭髮上慢慢的揮發 揮發 對 那特別是有些高個子 你自己矮個子 你想想看在電梯裡頭 有人在你後面 對 他就聞到你這邊的髮箱 那有一個大帥哥 歐巴出現這麼高 歐巴很重要 他聞到你的頭頂 對 是前天沒有洗的這個頭皮味呢 還是你希望他聞到的是你的髮香味 髮香味 對 是最推薦的 那所以不是要 大家不是都說要噴在脈搏跳動的地方嗎 他們所謂脈搏就是因為會稍微 讓它揮發更多一點 對 但事實上香水現在基本上都有含酒精成分 基本上都會揮發出來 所以 脈搏可以用 但是不是主要的位置 但是記得就是不要搓 因為你越搓呢 香水呢 就越變成保養品吸收進去 而不是讓它散發出來 對 因為用香水跟用保養品不一樣 保養品是要發 吸收 就是到肌膚裡面發生作用 可是香水是要揮發出來 讓人家聞到這個味道 對 所以以前法國人有教過啊 他說對香水最好的方法 對不起啊 要拿這個 好的 古老的味道 他說最好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穿香水 穿進去這樣子 這叫穿香水 對 就是你完全那個香水 只是粒子附著在你的皮膚 你完全沒有去搓 揉 痛 對 這味道真的是好 好復古喔 好復古味道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些新的 對我們介紹 然後我們要用香水 這樣香水 真的比較持久嗎 真的比較持久 真的嗎 為什麼 其實以前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磨在耳後 因為這邊其實會有油脂分泌 那其實這些地方呢 就是你一旦有一層油脂 就像你擦了凡士林 你再噴香水 那個香水就會被凡士林阻隔 然後直接揮發出去 不會吸收 進去這樣子 對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保護膜 就對了 可是如果說呢 你完全沒塗的話 有些人皮膚因為比較乾燥 對 你可能就真的吸進去 吸進去的結果就是 不但香味沒有出來 反而因為可能這個香味 直接刺激就過了 也是 對 所以香水裡面很多成分 可能也是致敏原 為什麼不能噴臉就知道了 那你知道有哪些 香精的香水成分 比較有可能嗎 比較尷尬就是檸檬柑橘類 但是我告訴你 幾乎每一種香水前味 都是用這個 都是檸檬柑橘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那特別有些人對酒精又是敏感 對會敏感 所以酒精加這個檸檬柑橘 這一類的佛手肝特別是 可是現在的佛手肝技術比較好 有拿掉一些致敏物了 但是它還是會有感光性 所以可能就是要去臉 要避開 要避開 那老師我想要知道啊 像我之前有採訪過 迪奧的一個香水 調香師 就是FONSOA 對FONSOA 那他跟我講說啊 其實他在創造每一瓶香水的時候啊 的靈感其實是並沒有想說 我要調一瓶 男香或是女香 他就是想要調一瓶 就是喜歡那個味道就喜歡的人 是不是有很多中性香水 其實不只現代流行 早在1980年代開始就流行了 那個時候第一瓶我想知道吧 我們都叫OK1 OK1 OK1 CK1 對 它是真的是很早的那種 中性香水 無性別 對 我們都叫OK1 你還記得那個時候最紅就是 凱特摩斯啊 凱特摩斯 有一堆男模啊 上半身都裸露啊 穿個毛仔褲而已 就拍這個 所以香水有個優點喔 它居然可以分裝 因為一般香水居然這邊都不能打 還是那個時候是技術不好 不是 它故意的 它真的故意這樣做 所以這個CK1有這個優點 我自己有一瓶 調香是幫我量身定做的香水 喔這個牌子 Lay Labo Lay Labo 那上面有顆疫情 你看什麼時候 天哪 2008年 老師就 5月22號 那時候我剛好在紐約的百貨公司 對 就看到這個專櫃 所以它那時候應該蠻新的吧 很新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 對 因為那時候香水居然 你那時候不知道什麼牌 對 我完全不知道 對 2008年我看到這個包裝 我就會覺得說 它包裝好普通 對 就覺得要賣好貴 200塊美金 然後我只是說 因為有專門的人要幫我調 那我就說 那妳就幫我調一瓶 適合我的中性香水 然後我比較喜歡花香 但是我是男生 他就馬上指出 Rose 31 就是玫瑰31號 那就是玫瑰香 其實男生也... 對啊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 男生也可以噴 玫瑰味的香水 其實這個是專門就是為你調配的 對 可是以現在的這個 趨勢來講 我們都講那個兩性平權嘛 對 LGBTQ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現在已經性別方面 已經很模糊 沒有什麼男性女性 什麼性什麼性 其實只要香味你喜歡 那就是你的香水 對啊 我也覺得有一些標榜 男生的味道很好聞 我也很喜歡噴 對 那老師最近有還有什麼新貨嗎 是關於這種中性香水 最近新貨有了 最近的新貨呢 是 來看一下 最近非常流行一個 Boutique香水 叫做應該怎麼講 精品香水 精品香水 喔對最近也很流行 這個區 掌耐耳啊 對 像我最近就買了一樣的一些精品香水 哇 看起來很厲害耶 好看一下 這個是我買的中罐裝 其實有最大罐的 中罐是125CC 嗯哼 對 它的包裝很簡單 因為不曉得是男生用還是女生用 對 無性別 它沒有刻意去定義 對 然後它出了很多味道 那因為我 你也知道我也不可能 每個的味道都買齊吧 嗯嗯 是因為已經擺不下了 哈哈 擺不下了 就是一開始 大家可以去買這一種 哇好可愛喔 我的天啊 而且價格不貴 真的是太誇張了 然後你去一次 嗯 就可以嘗到12345的其他 對 八種精品香水的味道 欸它這個 這個 我真的覺得像以前的 這個香水 你看它取名字多好聽 叫Lucky 啊 一感覺就覺得差了 金貴帶給你 對啊 就像那個好姻緣 這個就是Lucky 滿好的 所以它也是不分男女就對了 沒有分 它真的沒有分 沒有分男女 那另外啊我想要知道 老師 剛剛有說到就是自己也蠻喜歡 某一些味道的 柑橘調啊 澀香調 對 然後我聽說你也對某一種味道也蠻喜歡的 就是 無花果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無花果 是我B老師一定要介紹無花果香水 因為我自己很愛這個味道 那老師有哪些無花果香水味道 無花果最有名的就是Giptique 對 對對對 我想B總結一定清楚嗎 對 沒錯沒錯 我真的很喜歡無花果的味道 就是 怎麼說呢 老師說好了 老師來分析一下這個味道 它就是有一種沒有侵略性 然後呢 它不是酸 它有一點淡淡的甜 加香草的那種感受 但是又不像香草那麼的膩 對 然後它有溫暖的感覺 對溫暖的感覺 對 像不曉得 反正 因為香水就是還蠻主觀的啦 因為如果你喜歡這個味道 你就知道吃那種感覺 那還有我上次好像也有給你開箱過 這是我還沒有用完嗎 那時候我自己在南發調的 就是 牛耳的天堂香水 然後編號98443 也就是我這瓶用完 我在去那個地方 它還會照這個配方做給我 所以它 9843是它的配方 對 所以那個秘密放在那裡 然後這個配方是我自己 我調的 是我的專屬配方 所以它也是無花果的味道 對 因為我調了50%的無花果 你那時候是真的也是愛無花果 要要要要 好 你覺得哪個比較無花果 這一瓶比較無花還是這瓶比較無花 無花果 無花果 無花和尚 可是 因為其實配方不同啊 所以感受也不同 可是就是 可是都有無花果 對就是一聞就是無花果 對 還有現在很流行香水做漸層 漸層 對 像我從東京呢 剛剛買回來的一瓶 哇好可愛喔 這也是有無花果 好 我們給大家看看 其他包裝滿普通的啦 但是你看 欸 它是 喔 它平底 平底有一個染色 這樣我們看到有一個漸層 然後這邊可能有染色吧 可是香水做成這個顏色 也是一個滿大膽的嘗試 因為 好啊可以啊 無花果有什麼好怕的 啊 無花果耶 哈利浩文 天啊 沒有啊 你要選第一名的話 你不用 你不用說這一定要第一名 這兩瓶好了 你會選哪一瓶 這瓶總先好左右為難 對啊 因為無花果 無花果就是一個 沒有什麼好聞啊 因為我這個還沒聞過 你知道我們旁邊的攝影師 大家都在點頭 都很好聞啊 其實香水你不能像我們這樣馬上聞 對啦 因為你一開始聞到的是 前味跟酒精味 所以你要稍微等一下 等 對要等一下 等了差不多30秒以後 是30秒喔 嗯 你也蠻快的 就是要等一下 然後我再聞這一瓶 對 這樣子 嗯 剛剛我是哪一瓶 我已經 這瓶 乍文我覺得這一瓶比較 有那個無花果的甜 對它有點 它是有杏仁嗎 沒有 好我亂講這個卡掉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你的感受就是你的感受啊 對是我的感受 對 是杏仁還是杏仁果 唉唷天啊這好難喔 就是 epicot 還是那個almond 杏仁粉還是 杏仁粉 杏仁粉 杏仁粉的味道 對啊就是有點 對杏仁粉 我有感受到 可以潤沸耶 對潤沸 噢杏仁可以潤沸 噴上這個香水可以潤沸 真的要涉及療效了我們 我覺得這兩個味道就是這個比較單純的無花果 對 然後這個的味道就是有一點木香在裡頭 對對對 然後有點後味會跑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牌子真的還蠻 蠻大膽的感覺 不曉得 我就覺得它的平身 我唸不出來好不好意思 我就是直接照我的這個台式法文唸 台式法 regime de flores 就是 de flores就是花嘛 花的方程式 花的方程式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對啊我覺得就是 這個牌子 因為有的花的味道真的是太看人了 因人而異太甜了 它這邊像是我剛才看到的 它的名字叫Falls Falls 但我不懂這個是指秋天還是墜落 我覺得應該是墜落吧 因為它故意有一個設計就是 欸對耶 設計 會讓你這樣子 fall in love 對對對這個也是 也是箭頭這樣 會讓你愛上這個味道 如果知道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不懂 這樣我不懂 也是也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無花果味道很好聞耶 所以老師光 光無花果也有至少有三瓶這個味道 喔不止耶還有好多喔 只是要慢慢 我還無花果室內噴無花果蠟燭 但是下次再開箱給大家看 好下次再開箱 所以我真的覺得香水真的是一個 蠻神奇的世界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我們還有 500多瓶給大家看 對看大家想要看什麼主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開 好那我們走囉 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喔 掰掰 最愛很高 我們下禮拜五再見 谢谢观看